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胡锦涛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大会执行主席顾秀莲主持会议 2901名代表出席大会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首先通过了由35名代表组成的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沈东海、祖利菲亚阿布杜卡德尔为总监票人 选举工作正式开始后 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名单的金红色选举票 和补选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的橘红色选举票 被分发到每一位代表手中 选举票用汉文和七种少数民族文字印制 随后代表们开始写票 会场后区设有秘密写票处 监票人对设置在会场的22个票箱进行了检验 总监票人对计票系统进行了检查 九十二十九分投票开始 中青 хоч冰到小人肯定ами 愿穆 经过投票计票工作人员于10时29分宣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计票结果 胡锦涛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胡锦涛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计票 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名单后 各代表团认真进行了酝酿协商 代表们对主席团提名胡锦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表示赞成 一致认为胡锦涛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 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重大成就 胡锦涛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有利于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